我比我老婆大十岁 曾经他说 年龄永远不会是我们之间的问题 相恋第八年 我看到了他和一个小弟弟的聊天记录 没穿衣服的那种 他笑着说 几博达身上一股老人味 谁想和他睡 正文开始 视频通话打过来的时候 柳如烟还躺在我怀里 我再给他喂零食 怕他不方便 我赶紧帮他拿起手机 按了接通 屏幕里出现几块晃动的褐色腹肌 伴随着一声难低音的喘息 柳如烟懒洋洋的起身 从呆滞的我手中拿过手机 他打了个呵欠 挂了视频 说是骚扰广告 他似乎把我当成傻瓜 我快四十岁了 电子设备玩得少 但还不至于 能把骚扰广告 当成视频通话 见我仍不说话 柳如烟哼了一声 把手机扔给我 给你 随便查 我当真一个头像 一个头像地点开看 柳如烟的聊天记录 非常干净 干净到 连和他几个好闺蜜的聊天记录 都是一片空白 有时候 人对于执着的东西 学习能力 似乎会一下子增强几倍 过去 我连电脑死机 都只会把插头 文件不见了 就只会叫柳如烟来看 他每次都说我笨 又不愿其烦地 一遍遍帮我把事情做好 老公笨就笨点 老婆聪明就行 他总是笑着这么说 可此刻 我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教程操作 终于从电脑上翻到了他辈分的聊天记录 我确定了 柳如烟出轨了 他出轨的对象是个动漫头像的男生 柳如烟给他的备注是坏小狗 他们的聊天记录从半年前开始 柳总 今天真的谢谢你 要不是你出来证明 我就被那个老头讹上了 第一次知道 女人也可以这样牛逼大不了 不过回去的路上 你为什么一直从后视镜偷看我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5月19日 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准备了玫瑰和烛光晚餐 可柳如烟却迟到了两小时才回来 脸上还带着意犹未尽的笑 他说 他去帮助了一个被碰瓷的小孩 我觉得他好厉害好勇敢 可我不知道 那个24岁的小孩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也不知道 他还和他加了微信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他们暧昧地开始 连看几张照片后 我终于想起来 这个坏小狗是谁了 我见过的 他叫伊藤成 现在 他就在柳如烟手下当实习生 有一次 我去柳如烟公司找他一起吃饭 等电梯时 他用肩膀碰了下我 让我去看那个坐在工位上的男生 怎么了 新的实习生 你看看 是不是有点像你年轻的时候 我也还没老吧 柳如烟没有回答 而是笑了笑 牵着我进了电梯 我现在才意识到 原来当时他那个笑里 颤了多少嘲弄和嫌弃 他和伊藤成的聊天里 除了各种陆木地文字照片调情 还夹杂着许多我似懂非懂的网络用语 什么贴贴 波波 456 炒菜 双排 而最近一次 就在昨天 他问柳如烟 刺激吗 刚刚看你老公那表情好好笑 玩一两次得了 多了几波答会怀疑的 哼 胆小鬼姐姐 最近是不是又带了点 明天来我跟前晃 来就来 我可不是胆小鬼 水声停了 我关掉文件夹 柳如烟洗完澡走出来 看了我一眼 在玩电脑 嗯 要做个PPT 辛苦老公了 等会我也要加班 不过是去公司 他弯下腰来想亲我的脸 我不自在地躲过了 但脸上 还是被见到了 他长发上滴下来的水 一股反胃感涌了上来 柳如烟亲了个空 一愣 随即问我 怎么了 我摇摇头 在柳如烟穿裙子时 还是忍不住开口 这么晚了 一定要去公司吗 在家里不能工作吗 柳如烟沉默下来 似乎在观察我的表情 片刻后 他笑起来 工作上的是真的没办法 我一弄完就马上回来吗 要是有想吃的宵夜告诉我 晚点给你带 好不好吗 老公大人 他带着撒娇的语气 又问了一遍 似乎真的要征求我的意见 可他裙摆底下抖腿的动作 已经彰显了他的急不可耐 我太阳穴发胀 低头嗡了一声 柳如烟立刻舒了口气 穿好黑丝 说了声再见 就转身出门了 砰的一声 大门关上 我几乎要喘不过气 冷汗层层 捂住胸口干呕了一声 那些文字 图像 转账金额 第一眼看到时的冲击 让我头脑一片空白 可此刻 痛苦的滞后反应 终于蔓延开来 曾经所有人都因为年龄差 怀疑我们的未来时 是柳如烟坚定地握住我的手 他说 他会一辈子爱我陪我 我信了 恋爱五年 婚姻三年 我以为 我们连最难的七年之痒都熬过去了 前路不会再什么可担心的了 可如今那些甜蜜的誓言 全被现实打散成碎片 扎遍全身 生生弯下血肉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心脏 嘲笑我一把年纪的老男人 还期盼 所谓爱情永恒的天真 柳如烟再回来时 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半梦半醒间 他靠近了床边 扶下身轻声问我 老公 睡了吗 给你带了沉寂的烧口 排了好久的队 我闭井眼 就当自己 已经睡着了 仍记得 我和柳如烟刚认识时 似乎就是靠吃宵夜熟起来的 我们两家算是试交 但我从小就去了国外读书 而回国后第一份工作 刚好和他的大学在一个城市 第一次被双方父母带出来聚餐时 他呆呆地看着我 不知道 怎么就突然红了脸 家里托我平时多照顾下这个小妹妹 可事实上 是柳如烟照顾我更多 是他领着我 熟悉这座城市 带我品尝各种地道的美食 教我本地的方言 帮我再度融入进国内的环境 还会常常在我加班到很晚后 带着宵夜过来和我 一起吃 发现自己比刚回国中了十斤后 我头一次拒绝了他的宵夜邀请 柳如烟撇着嘴 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我忍不住逗他 真没见过你这么爱吃宵夜的人 有这么馋吗 那时候的柳如烟 像小猫一样巴巴地望着我 声音里突然带了点委屈 白天你上班 我上课 只有吃宵夜的时间才能碰会面 吉伯达 你没看出来吗 我 我只是想找机会多见见你 啪 灯关掉的声音 十八岁的柳如烟消失了 二十六岁的柳如烟上了床 满是漆黑 只剩下他手机屏幕亮起的微光 我听到他手指快速在屏幕上敲动 应该是在打字 忽然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呼吸急促了一些 一片寂静中 低沉的男生突兀地响起 如烟姐你里面是不是海 没听完 因为柳如烟拼命把音量键按到了最低 他撕了一声 侧过头 发现我没有行转的痕迹 这才松了口气 接着是打开床头柜的声音 他似乎找出耳机带上了 之后 敲字声还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 我也清醒了一个小时 直到柳如烟终于放下了手机 躺进被子 缩在了我怀里 这是他的习惯 而每次我睁眼 发现他在我怀中 我都会感到很安心 可今天却只有一波 又一波翻涌的痛苦 柳如烟将头枕在我胸前 身体蹭了蹭 哑着嗓子叫了声老公 我依旧没有反应 随后 他忽然坐起来了一点 目光停留在我脸上 两久 他的手指慢慢浮了上来 他在摸我眼下的皱纹 他觉得 我老了 今天 除了他和一腾成 那些不堪入目的情色聊天之外 我还看到了 他和他好闺蜜丽丽的对话 和那只野狗还没断啊 不怕被几伯达逮到 他一老头能逮到什么 连手机都玩不明白 特搞笑 哟哟哟 当初你死缠烂打 人家几伯达的时候 可不是这态度 我们姐妹群当年 还笑你丢了女人的脸呢 哎 也不是说就完全不爱他了吧 但几伯达他都三十六岁了 一股老人味 被他摸都没感觉了 哟 和那小狗玩几天 还点你整出感觉来了 兮兮 还真别说 他特会玩 跟他一块 感觉我身上那些小女孩的朝气都回来了 熟睡的呼吸声 在背后响起 而我睁着眼 整夜辗转 始终难以入眠 脑海中反反复复 只有一个声音回响着 离婚 我一刻也不能忍受他 待在我身边了 清晨 柳如烟刚走 我就给张浩发了条消息 说去找他 张浩是我高中室友 也是我二十多年的好哥们 当初所有人都不看好我和柳如烟时 他是难得支持的那一个 浩子 我记得 你女朋友是律师是不是 能不能请他帮个忙 我要离婚 张浩瞌睡都还没睡醒 啊了一声 随即指责我 什么事 就突然要闹离婚 人家如烟年纪小 你一大男人 有什么事不能包容一下 直到我把那些打印的聊天记录掏出来 张浩也沉下了脸 翻完最后一张 他严肃地说 几博答 柳如烟铁定给你戴帽子了 这婚必须离 到时候你可别心软 我现在就给冰烟打电话 今天就把事落实了 不能拖 我松了口气 无比感激他的理解和支持 季先生 方便问下 你们感情破裂苗头的大概时间点吗 张浩的女友 叶冰年问 我下意识想回答没有 因为直到昨天 柳如烟 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我很好 会给我买东西 喜欢对我撒娇 明明比我小 吵架时 却总是他来哄我 但如果非要说什么微妙的地方 那就是这一年 他让我碰的次数变少了 年初那段时间 我工作忙 实在没精力 他主动了几次 我都拒绝了 有一次 他不依不饶地扑上来 一定要亲我 老公 我们要的孩子吧 我推开他 正色道 如烟 我们两人现在工作都是上升器 而且我觉得 你自己都还是小孩 没有做好为人父母的准备 等过两年 你的公司也稳定了 我们再考虑好吗 我也是为你好 柳如烟嘴上硬了 但脸色却不太好 之后 他也有几次试探 老公 你不会是不行了吧 或者是不满嘀咕 再过两年 说不定我都要变成高龄产妇了 而一旦我皱起眉 他就会迅速闭嘴道歉 只是到底他也有些不爽 次数多了 他晚上甚至背对着我睡觉 我们一度有些僵持 不过这种僵持 大概结束在半年前 他终于不再念叨 床上那些事了 我以为他想通了 以为在结婚纪念日那天 我给他买的 一堆奢侈品起了作用 原来 是他有了伊藤城 他从他那里 得到了真正的欢愉 看了下时间 也差不多到柳如烟午休的时候了 正当我和叶冰岩打算起身时 咖啡店里走进来了一男一女 柳总请下午茶是很好了 怎么每次都是这款 喝腻了都 切 你以为是专门给你喝的呀 人家腾城爱喝这个呗 他们说着 一同笑了起来 连你也看出来了 那不明白的是 你没加腾城微信吗 上次他和刘总出差 俩人像度蜜月一样 去各种景点打卡 那甜的 磕死我了 我还真没嫁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哇 这些情侣拍照姿势 果然需要男帅女美才有效果 则则则 我一大老爷们都觉得甜 我面色一江 景点打卡 情侣合照 这些 我和柳如烟也有过 18岁的柳如烟 会拉着28岁的几拨答 给他讲每一条街道的名称 每一栋建筑的历史 入夜时分 霓虹闪烁如梦如幻 柳如烟突然牵起我的手 举起手机拍了张照 我眼看着他 马上要发朋友圈 赶紧阻止了他 这些照片 感觉发出来 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太亲密了 像情侣一样 不止牵手这一张 还有白天拍的其他的 我拍照只会比剪刀手 每次都是柳如烟 让我跟他做动作 一张两张不觉得 现在他的九宫格放一起 看起来怎么都像情侣合照似的 我还想阻止 他却直接举起手机点了发送 回头冲我挥着手机 脸上带着得意的笑 同样的是 他现在也对伊藤诚 做了一遍吗 原来 他对他也是来真的 走吗 季先生 耗子也应该要到了 叶冰岩尴尬地问我 我摇摇头 还想多听一会儿 那两个人点的团单数量大 要等上一阵 于是找了个位置坐下 刚好 就在我和叶冰岩附近 对了 刘总到底结婚没啊 上次好像是看到 有个男的来公司找他 我来公司也不久 好像是有 不过 听说他老公比他大十几岁 和他家是试交 大概家里安排的联姻吧 我觉得 刘总现在自由恋爱挺好的 我也支持自由恋爱 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联姻 刘总这么年轻 凭什么 被和老男人的婚姻绑着 哎 刘总好 我下意识回头 只见玻璃门外的柳如烟 撅起嘴 视线扫过我和叶冰岩 她推开门 一步步走到我面前 启博答 这女的谁啊 柳如烟 你先坐下来 我正好给你介绍一下 柳如烟哼了一声 抽开我身边的椅子坐下 只是仍死死盯着叶冰岩 目光里满是戒备 这位是 柳如烟姐 你说你去开车 怎么 柳如烟脸色一致 赶紧回头 拼命咳嗽了一声 这次推门进来的 是伊藤诚 咖啡厅一阵诡异的寂静 先前的两对男女 也全都闭了嘴 看着我们 柳如烟看着我善笑道 那个 伊藤诚 我手底下的实习生 你之前也见过的 文言 伊藤诚咬紧牙 扭头就走 碰 先生对不起 服务员慌张地道歉声 藤诚 藤诚 那对男女冲了过去 不知怎么的 伊藤诚不小心被端菜的服务员 撞倒在地 捂着胸口 一脸吃痛 柳如烟回头焦急地看了一眼 半个身子已经站了起来 却生生地又停住了 藤诚 还好吗 刘总 藤诚他好像被烫伤了 怎么办呀 柳如烟几乎有些手足无措了 伸长脖子 注意着伊藤诚的动静 又立刻看向我 我笑了笑 愣着做什么 你手底下的实习生 你不关心啊 柳如烟松了口气 小跑了过去 掀开了他的衣领看 好看吗 一腾诚 还有心思和他开暧昧的玩笑 柳如烟不动声色地捶了他一下 那行 吉伯达 我这边先带他去诊所 刘总 这次连叶冰岩 似乎都看不太下去了 等你处理完那位伊先生的烫伤 能再回到这个咖啡厅 跟我们见面吗 有你说话的份吗 吉伯达 他到底是谁 应该有我说话的份吧 接下来 我多半会代替季先生出面跟你说话 叶冰岩面无表情地说 空气凝重下来 柳如烟皱起眉 不安地看向我 似乎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我勉强笑了笑 叶冰岩 我律师 我平静地看着他 如烟 我今天是来找你离婚的 柳如烟猛地推开了伊藤城 伊藤城喉咙里惊呼一声 痛得捂住胸口 险些就要摔在地上 还好被那对男女扶住了 他无措地看向柳如烟 如烟姐 你先走 那个男同事出声道 柳总 外面下着雨不好打车 你反正有车 要不 柳如烟回头冲他吼道 你们两个是废物吗 两个人四只手 打不到车总能扛着他走吧 三个人都是一愣 伊藤城吸了吸鼻子 红着眼眶别过头 被那两对男女 哄劝着 一瘸一拐地离开了 柳如烟这才深吸口气 又按着太阳穴 看向叶冰岩 叶律师 你也可以先离开一会吗 我和我老公单独说会话 争得我的同意后 叶冰岩也出去了 只剩我和柳如烟 面对面相坐着 他从包里摸出烟 点了火狠狠吸了一口 你都知道了 不是老公 是不是刚那两个人 下来买咖啡时 乱说了些什么 我没有立刻回答 看着他手中的烟 有点出神 交往第二年 因为我不喜欢烟味 也觉得他一个女孩子 常抽烟对身体不好 慢慢的 他就没在我面前抽过了 我以为是我帮他戒掉了 原来只是在我面前 做出了另一副样子而已 第二根烟点燃时 我被呛得咳嗽了几声 柳如烟赶紧把烟灭了 捶了自己脑袋一下 抱歉老公 我忘了 你不喜欢烟味了 他拼命挥着手 似乎想散掉空气里的烟味 挥着挥着 他眼眶突然就红了 我把离婚协议书 从包里取了出来 递到他面前 柳如烟不去看那份协议书 双手捂住脸 哭道 老公 一定要闹到这种程度吗 一句解释 都不听我说吗 还听你说什么 就算我现在给你机会 让你把一腾成赶出公司 再也不和他见面 你又能做到吗 柳如烟不说话了 两久 他忽然小声说 腾成 一腾成跟我说 他是第一次 下一瞬间 他惊觉失言 猛然住了嘴 我简直要笑出来了 柳如烟 我一直不知道 原来你还在意这个 认识柳如烟的时候 我26岁 当然都交过几任女友了 甚至在回国后 我也谈了一人 可那次的分手 却不太愉快 出租屋里 我借着酒精排浅郁闷的心情 却听到门砰砰的响了起来 开了门 冲进来的柳如烟 稳住了我 如果说 在这之前我什么都没意识到 那是完全骗人的 可我觉得 这不过是青春期小女孩 谈话一线的热情 只要她不挑明 我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轻易结果 但现在柳如烟挑明了 她握着我的手 眼睛亮晶晶的 认真地看着我 现在你单身 我是不是终于有机会了 我爱你 纪伯达 我爱你 你别把我当妹妹 多看我一眼好不好 我比你大十岁 纪伯达 别说十岁 你就是比我大二十 三十 我也只认定你一个 只要你不先甩开我 我这辈子都赖着你 或许是酒精影响 迷迷蒙蒙的 我把她抱上了床 第二天醒来 柳如烟撑着脸 一直看我 她害羞地说 她是第一次 要我负责 我答应了 八年后 她背弃了她的誓言 她要为 另一个男孩的 第一次负责 柳如烟嘴里 吐了句脏话 烦躁地抓了把头发 我刚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 老公你给我点时间 我慢慢断行嘛 腾成他刚出社会 这件事我也有错 我怕他一下子想不开 所以你觉得 我年纪大 我就能想开 在你劈腿后 我还能谅解你 心甘情愿 把这顶帽子 就这么戴着 不是 我 你还跟他废话 什么大哥 张浩大不留心地 冲进来 怒气冲冲地 一巴掌 挥上柳如烟的脸 啪 柳如烟脸 被扇得偏了过去 灯石红了一片 男人打女人 实在不好看 可柳如烟 咬紧嘴唇 一声没坑 只是眼眶红红地 看着我 张浩却毫不客气 眼看着又要去 打柳如烟 我伸手制止了她 她恨铁不成钢地 瞪了我一眼 叶冰眼也 缓缓跟着进来了 没什么诚意地跟我说 抱歉 浩子冲太快 我没拦住 贱人 龌龊 当负 张浩指着柳如烟 骂道 当年追几博达的时候 装得跟什么 废他不可一样 死缠烂打 万般殷勤 靠当好妹妹上位 现在追到了 结婚了 就不装了 本性全部暴露了 开始嫌他年纪大了 柳如烟你自己 觉着你是个人吗 我垂下眼帘 心中满是苦涩 张浩有句话说错了 柳如烟不是装的 如果当年 他追我时表现出来的热情 是装的 是假象就好了 我不会现在这么痛苦 可正因为他那时爱我是真 现在对别人动心也是真 我这才发现 爱情这种东西 是会一点点流逝 一点点转移到别人身上的 真残忍 柳如烟迟迟迟没有吭声 任由张浩不断言语攻击 直到张浩说出 让他必须要切割出公司 一半产权时 柳如烟眼神顿时微妙起来 一半产权 当年建立公司的原始资金 是你和达哥平摊的 他凭什么不能要一半产权 吉伯达 这也是你的想法 这么多年 公司是靠我一个人在用心经营 是我的想法 我说 柳如烟沉默了一瞬 之后再说 爱你 视频通话的铃声响了起来 这一次 柳如烟毫不犹豫地接起来 甚至按了外放 柳如烟姐 你那边还好吗 嗯 不用管他们 腾成 我马上过来 都饿了吧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我给你带 吃什么都可以 我现在只想马上见到你 行 这就飞过来 柳如烟宠溺地笑了 脚还是好痛 还想我这个老板给你揉啊 说几句好听的话给我听听 一边说着 柳如烟一边向外走去 再也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大哥 没事了 一切交给我和冰烟 你就好好做家里 等着我们把柳如烟一半身价割下来 路上走着 叶冰烟去牵张浩的手 可张浩咳嗽一声 瞟了我一眼 叶冰烟赶紧不好意思地松开了 哎不行 我觉得你干脆也别回那个家了 今晚收拾东西来我家住吧 哥们我也舍命陪你几天 叶冰烟啊了一声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最后还是闭了嘴 看到他俩这样子 我不由地笑了笑 张浩很好 我很感激他 只是我知道 他也是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爱情的 他把我当兄弟 所以耗尽心力来帮助我 可我把他当兄弟 就不想成为他的累赘 婚姻失败 也不过就是一场更盛大的爱情是错 在重新站起来的路上 我必须靠自己 我专业是工程相关 而这座城市的工程行业 在国内并不算顶尖 原本我是有去一线城市 更好的机会的 但因为柳如烟在这里 我也退而求其次 把自己束缚在这里 现在 一切该画上句号 我也要为自己的理想而活了 近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柳如烟一直拒绝在 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每一每打电话过去催 他就敷衍说自己在忙 收到入职通知的那天 我去了趟他的公司 从电梯里一出来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看着我 第一个开口说话的 还是伊藤诚 机先生 这家公司 可以说是 全靠刘总一个人撑起来的 你除了原始投资之外 这么多年 一点都没参与过公司经营 反正我只认刘总一个老板 其他人也纷纷开始起哄 就是就是 公司初期那时候 规模才多大 现在多大 当初那点投资的钱 现在就是毛毛雨 啥事也不做 就结个婚再离婚 就能分走大公司一般产权 季先生也是敢要 这跟凤凰男有什么区别 滚 柳如烟巨大的吼声 从身后响起 我转头就走 启博答 我不是说你 柳如烟几步走过来 拉起我的手 把我一路拽到办公室 门咔哒一啰嗦 他就点脚来亲我 老公 你真的心够狠 现在才舍得来找我 我冷静地推开他 如烟 我已经拿到 S是一家建筑公司的offer 最迟下个月月初入职 我希望能尽快把这里的一切处理干净 离婚的事 还请你不要再拖了 你要走 启博答 你说清楚 你要走 我没吭声 看着他 算是默认 柳如烟呆呆地看着我 忽然急切道 你听我说 老公 你听我说 我已经和一腾成断了 彻底断了 是他求我让他把半年实习期上完 不然学校那边不好交代 所以他还在这赖着呢 我一直想着 跟你说清楚这事 就是没拉得下脸找你 你看 每个人都会犯点错是不是 八年 我是不是就糊涂了这一次 年初那段时间 我们老是吵架 我就难免 想找点刺激 他在我这里 真的屁也不是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 拼命眨着眼挤出笑 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小动物模样 从前 每当他这副样子看我 我都会心软 觉得他可怜又可爱 可这次 我静静看着他 开口道 己伯达他老了 柳如烟脸上出现几分困惑 似乎不懂我什么意思 我继续说下去 一老头懂什么 特搞笑 和伊藤成在一起 嘻嘻 感觉身上那些小女孩的朝气都回来了 己伯达今年36岁了 一股老人味 被他摸都没有感觉了 现在 是他离不开我 就算真被逮到了 我也不怕 我一字一句地复述 他的聊天记录 柳如烟面色惨白 柳如烟还想来拉我的手 被我生气地甩开 柳如烟 我是突然这么老的吗 我是突然比你大十岁的吗 你为什么当初要骗我说 你不在意年龄差 为什么要骗我说 你会爱我一辈子 就算你真的对我没感觉了 我们好聚好散不行吗 为什么要瞒着我和别的男人搞在一起 为什么要在背后把我说得那么难听 你把我的存在当成什么 你们play的一环 柳如烟手足无措地想来抱我 被推开 但他坚持不懈地又抱了上来 老公 你别哭 求你了 我错了 你打我好不好 我低头伸出手 惊讶地看着滴在上面的泪水 我以为我一个男人 是不会哭的 原来 我还是没有自己想得那么坚强 很快 我感觉到肩上湿了一片 柳如烟也哭了 真恶心 真恶心 我抓住柳如烟的肩 使劲推他 他痛得松了点手 我立刻开了门走出去 他也马上急切地追了上来 大庭广众之下 柳如烟直接跪了下来 抱住我的腿哽咽道 起不答 我错了 我那都是开玩笑 是跟莉莉那帮子姐妹的口爱 他们一直都笑我 当年追你 追得丢了女人的脸 我就是想找点面子 我不是真这么想的 我没这么想过 起不答 我爱你 我一直都爱你 我肝呕了一声 果断抽出腿 跑去按下了电梯按钮 叮的一声 电梯门向两侧滑开 刚走进去 看到柳如烟迈开脚步 似乎还想要跟上来 我连忙吼住他 算我求你了柳如烟 别跟来了 你真的让我很恶心知道吗 我和你之间 现在除了离婚 没什么好谈的了 柳如烟正在原地 电梯门逐渐合拢上 柳如烟始终痛苦地看着我 走出办公楼 我心中烦躁无比 决决地加快了脚步 只希望能赶紧离开这里的一切 起伯答 起伯答 柳如烟焦急的嗓音 在车水马龙中格外突兀 他站在人行道对面 冲我拼命挥着手 离婚协议我签 我签 我们坐下好好谈谈 你别不理我好不好 我不耐烦地别过头 余光却看到他发疯一般 仓皇而狼狈地越过人行道 向我奔来 忽然 一辆及时的轿车驶了过来 小心 我的哀嚎几乎是下意识的 可为是已晚 惨叫声 刹车声 玻璃碎片声 混在一起 此起彼伏 我眼睁睁看着柳如烟的身躯 在地上无助地抽搐着 可怕的血腥味蔓延开来 救护车很快赶了过来 医护人员把柳如烟抬上担架的时候 他艰难地伸出手 老公 别 别离开 柳如烟已经没了多少力气 但仍用尽全力死死拉肘的衣角 我胸口一阵疼痛 跟着他上了救护车 弯腰握住他满是鲜血的手 尽量温柔地说 如烟 你先坚持住 这些我们之后再谈 柳如烟似乎还想努力对我微笑 却因为伤痛而扭曲了面容 我错了 原谅我 好不好 好不好 我沉默了 唯独这件事 我给不了他回答 柳如烟眼里的光 渐渐暗了下去 车祸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周 柳如烟渐渐从危险状态脱离 只是仍需要继续住院观察 照顾了他一周 我也自认人之意尽了 最后一次给他熬了鸡汤带来 柳如烟也不怕烫 开了盖 就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倒 好喝 特别好喝 老公 谢谢你 我冷静地看着他 如烟 我已经找了专业的护工 他下午到岗 之后 我就不过来了 等你好起来 我们就去办离婚 柳如烟张了张嘴 开始剧烈咳嗽起来 他在抬起头时 眼中已沉满了泪水 你不能离开我 你不能 吉伯达 我都为了你这个样子了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我是想和你好聚好散的 可你要是还不愿意 签离婚协议 那我只能告诉我们两家父母 离婚的真正原因 可没想到 柳如烟却激动起来 可以 你可以告诉他们 让爸妈他们来骂我 来打我都行 求你了吉伯达 可 可 我都快忘了 柳如烟惯是这样的 会拿长辈对他的训责 来我面前装可怜 正如当年 我还在犹豫 要不要和他走下去时 他就率先告诉了两家父母 跪在他们面前 求他们给我们一个机会 疲惫再次涌上心头 如烟 还要我说多少次 我们之间 是真的已经到尽头了 现在看到你的脸 只会让我想到 那些痛苦的事 我做不到装作若无其事 和你把婚姻继续下去 老公 柳如烟用力想要做起来一点 却又重重倒回去 他绝望地看着我 不断有泪水流出 这一次 我没有再去扶他 保重 我拿起了包 再也没有回头 没有留恋 卖出了这间 充满柳如烟痛哭声的病房 半离婚的那一天 本来我还担心 柳如烟会不会又突然耍赖 可没想到 他去到得更早 他坐在民政局的台阶上 双手不安地抱着膝盖 一副无助的样子 看到我走来 他冲我落魄地笑了笑 嘴唇泛着一抹惨败 我们都没有说话 沉默地走着流程 直到工作人员 通知我们可以签字的那一瞬间 柳如烟终于开始发抖 老公 真的 不能回头了吗 我没有回答 只是冷静地签好字 递给柳如烟 柳如烟的眼泪 不停滴落在纸面上 但最终 他也握着 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最后一道手续结束 我静止向大门走去 柳如烟没有跟出来 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他摊坐在椅子上 双肩一耸一耸地抽烟了起来 一切都结束了 而一切也将要重启 新城市给了我的机遇 我把全部精力 都倾注在工作之中 几年时间 我也逐渐打响了 自己在圈内的名情 这几年 我和张浩 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一天 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达哥 可能你也不关心了 但我觉得 还是跟你说上 他语气有些犹豫 柳如烟公司款了 啊 你走后 他就整日醉酒泡疤 压根不管公司 到今年 终于申请破产了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不过柳如烟家里有钱 公司就算没了 他也能继续回去 当他悠闲的富二代 轮不到我操心 还有那一腾成你知道吗 被柳如烟甩了后 竟然又去给一个富婆包了 你猜是谁 听你这语气 难道还是 我认识的人 冰狗 张浩乐了 就是那个莉莉 柳如烟那好姐妹 莉莉还到处炫耀 伊藤成特会干 现在 把他迷得愈仙愈死 也不知道柳如烟怎么想 不过你走后 他好像也不怎么和 他那帮子姐妹来往了 我笑了笑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以后 也不用再等我讲他的消息了 不想知道 好好好 五一假期要到了 我和冰岩打算去C市旅游 你要不要一起 你们两口子旅游 我跟着算什么 我打算出汤国 回去看看母孝 哟 去炫耀你 终于给母孝争光了呀 听说 你现在在夜内特火 是啊是啊 我笑道 三时而立 四时不惑 我还有很多山峰带攀 江阳带月 人生才刚刚开始 全文完